北京,雍活宫大街的西侧有一条街啊,叫成贤街,不过您在地图上可找不着这条街,这条街在地图上叫什么呢,叫国子剑街,元明清两代的孔庙国子剑呢,就在这条街上,对喽,两个呀紧挨着,比邻啊,哎,当地话叫戒饼,在这里边啊,可看的文物,可了解的故事啊,多了,今儿啊,咱们不说别的,咱们单说一座碑, 那这碑的名字叫什么呢,这碑的名字呀,哎,挺长,叫玉智,平定回步告成太学碑,说起这桶碑来啊,见证了乾隆皇帝的英勇与智慧,这座碑呢,如忠诚的守护者静静的诉说着过去的故事,这桶碑坎坷于乾隆二十四年,哎,那一年啊,按这个功力算呢,是一七五九年,碑高三点五米,宽是一点六二米, 这碑上的碑文呢,是满汉对照,哎,他说的是什么事呢,主要说的就是乾隆皇帝用兵回步的原因,过程以及最终结果,通读碑文的时候啊,立刻就能把您带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,乾隆二十二年,那一年呢,是一七五七年, 这大小河桌墓,当然了,也有被翻译成啊,大小河桌的,大河桌的名字啊,叫波罗尼都,小河桌的名字,叫霍奇战,这兄弟二人在回步,哎,这回步是哪啊,这回步啊,就是今天新疆的南疆,掀起了一场叛乱,他们残忍的杀害了清朝的使臣阿敏道, 然后呢,就是很多的回程啊,纷纷响应,这一时间呢,深深刺痛了乾隆皇帝,因为这会儿的乾隆皇帝,正下定决心,要建立一个多民族融合,大一统的清帝国,所以这乾隆皇帝立刻采取行动,他命令这个英勇的将军召会为定边将军,负责平定这场叛乱,在这场平叛战争当中啊,同时还涌现了不少英勇的将军,您比方说吧, 什么富德呀,阿里滚呢,舒克德呀,等等等等,最终呢,在乾隆24年的7月,哎,那年功力是1759年,大功告成,成功啊,在巴特山,也就是现今的这个阿富汗的北部地区,将这个大小合着击毙,并且全见了敌人,这场战争啊,他了不得一一大了去了,使这个新疆啊,又重新回到了华夏的怀抱, 也确立了这回部归顺大清的历史,清高宗乾隆皇帝通过在各地文庙立碑的方式,宣告了清廷管理西北边疆的政治合法性,这座碑文呢,与史书等文献资料相印证,对于研究清朝西北政治关系,及中国疆域史,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, 更是中国边疆统一历史过程当中的一座里程碑,您要是这个得机会去新疆旅游啊,您就想想它,闲着没事去国字建六弯啊,您就进去看看它去,别人怎么看它我不知道, 这统是平定回步高城太学碑,在我心里,那是辉煌的,是见证了祖国统一,我们的永远的骄傲 好